中方的反制措施是针对8月15号美国政府宣布对自华进口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被迫反制 新华视频指出 中方此番采取反制措施是应对美方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之举 更是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力反击 而中方分9月和12月两次反制 并且具体生效时间都是12点01分 也与美方相对应 中方反制动作的坚决性非常明显 再次体现出我们绝不打第一枪 但是该打时也绝不手软的态度 实际上针对中美贸易战中方一再强调 中国不想打不怕打 必要时不得不打 特朗普做出这些贸易霸凌政策之后呢 其实我们中方也发出了很多的这样积极信号 我们愿意和美方去协调解决一个问题 但是特朗普依然不去改变他自己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霸凌政策 所以我们被迫这个进行一个反击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因为这是任何一个主权的国家都会做到这样一个正常举措 从去年4月4号至今针对美方301措施的关税反制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一共发布了三轮 共7条公告 外界注意到周五发布的第三轮反制 中方的反制清单上新面孔原油首次出现 将自9月1号起加征5%关税 大豆 汽车和零部件则是老面孔 分析指出 首次将美国生产的原油纳入反制范围 意味着美国登上世界第一大原油出口国之际的红利缩水 针对美国大豆进一步反制 会使其丧失价格优势 从而难以进入中国市场 而恢复对原产自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 则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痛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中方的反制清单可谓精准有力